Hello 今天是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 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 大家好 我是FX48财经集团金融分析师陈魏 美股股市周四小幅回撤 虽然说近期的通胀报告提振了市场信心 但4万点这个里程碑对于道指而言 依然是有着较大的阻力效果 投资者开始在历史高位锁定获利 这令三大股指今日小幅回撤 不过目前依然处于是一种正常的回调修正 各股方面今天想和大家来跟进一下 近期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焦点的迷音股 也就是Mimi Stock 因为相信很多朋友也看到了 近期AMC和GME这些典型的迷音股 一度又出现了短线暴涨的行情 导致不少朋友似乎又有些按捺不住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迷音股的话题 其实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 Mimi Stock迷音股这种翻译 我觉得还是挺准确的 就是迷一样的原因 说白了就是这类股票的大涨大跌 似乎是毫无逻辑的 凭借的就是当年GME掀起的散户抱团大战 那种网红效应 不看基本面 不看业绩 就一个自冲 散户抱团一起来逼空机构 推动了股价短时间大涨 其实背后可不一定只有散户 很多机构也是背后的推手 这在当前这种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社会中 确实是存在着大行其道的土壤 各种社交媒体的贴文都可能会诱发一波大行情 尤其是针对那些市值规模不大的股票 以及当空头的仓位比较极端的情况下 逼空效应一旦叠加产生的推动效果就会更加的明显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类股票的波动风险很大 特别是当前的这种环境下 而且即便是准确买入了 抓卖出机会的挑战也很大 意味着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短线的卖出时机 很容易错失最佳的锁定获利的机会 最终变成只是凑个热闹白忙活一场 还可能由于贸然的追涨 容易变成别人锁定获利的接盘侠 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的风险因素 一个是空仓规模 在当年2021年散户抱团大战的时候 一些迷因股的空仓规模是非常极端的 甚至还一度出现过GME这种做空率超过100% 最高达到138%的离谱情况 这就给逼空创造了绝佳的条件 只要散户抱团稍稍把股价短线拉高 就容易触发机构空头回补买入股票 造就巨大的上涨推动力 帮助股价当时出现了持续性的暴涨行情 但当前虽然说GME这些股票的空仓比例 依然很高 但和当时那种极端状况相比 已经明显要合理了不少 近期GME的空仓比率大概是21% 截止4月底的空仓规模大概是6400多万股 意味着如果看10天的日均交易量 接近6000万股 即便所有的空仓都要回补买入的话 只要大约一天的时间就能全部消化了 再看一下AMC的空仓比率是20%左右 截止4月底的空仓规模大概是5500多万股 意味着如果看10天的日均交易量是1.35亿股 那即便所有的空仓都要回补买入的话 也只要不到半天的时间就能全部的消化 因此成交量拥有着足够的空仓消化能力 意味着空头回补 即便短线出现 也很难像之前散户抱团大战那样 形成足够的拥挤性和踩踏性 也就难以形成持续性 也就意味着如果大涨之后入场追涨的话 风险会比之前的逼空大战时期还要高得多 另一个是 例如AMC这类民营股由于本身基本面表现较差 虽然说民营股经常能够超脱基本面上涨 但问题在于最终还是会以某种逻辑重新绕回到基本面 就拿AMC来说 在疫情期间每次当股价飙升的时候 他们为了解决现金流动性不足的情况 都会高位发股来实现融资 这一幕就再度上演了 例如昨天就再度看到AMC达成了一份协议 将2026年到期的约1.64亿美元的债务转换成了2330万股的新发股 这等于又在稀释股权发股还债了 可乐到当前AMC的现金及等价物远远要低于他们的债务水平 未来股价只要上涨 很容易会再度上演散户和AMC官方谁下手更快的戏码 这就是最终还是会回归基本面的逻辑 所以整体而言 如果民营股里面基本面正在改善 是可以考虑慢慢的转变成较长期的投资策略 但如果基本面一点改善都没有 完全依赖网红效应的话 那即便真的要操作 也只能继续考虑投机策略 而不是投资策略 主打的就是快进快出 卖了就别后悔的原则 尤其是当前空仓规模的不同 很难掀起足够长时间的一个持续上涨 对于追涨的朋友就一定要小心 而如果短线操作经验不足的朋友 尽量就不要沾边了 否则太容易被套住 不过如果考虑过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觉得能在控制好风险的情况下参与的话 那这类股票还是比较适合用合约来加杠杆操作的 因为通常为了控制风险 资金不能太大 但资金不大 收益空间又会不足 特别是这种本身就是吃一波就跑的投机操作 那通过合约来加杠杆 虽然一不留神就会爆仓 但如果能够压对时机和方向的话 就能在短时间内通过小资金 获得足够大的回报 充分发挥投机策略的效果 千万不要该投机的时候选择做投资 而该投资的时候呢 却又选择做投机 当然了 无论哪种策略 都要建立在自己风险可控的基础上 不能冒着超过自己承受范围的风险 那明天呢 在经济数据方面呢 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的 就是美国四月份的资商会领先指标 以及呢 美国的石油赚紧数 而明天在美联储方面呢 可以留意一下三位美联储官员的讲话 分别呢 是美联储理事沃勒 明亚波利斯联储主席卡什卡利 和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勒 即将发表的讲话 也可以看一看 他们对于投资情绪 利率前景 到底会带来什么新的影响 而在财报方面呢 明天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财报 那针对下周 还是有一些重磅财报 是值得留意的 这里面首当其冲 就是英伟达的这一份重磅财报了 他对于整个半导体产业 AI 甚至科技股的一个影响力呢 都会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 下周的重头戏 就是英伟达的财报 而其他一些可以关注的财报呢 分别呢 就是Palaoto Snowflake Target Zoom 以及呢 Trip.com 最后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好东西 Seeking Alpha和FX68达成合作 为我们的观众呢 提供专属的折扣优惠 想要掌握投资成功的密钥 可以通过扫描图中的二维码 加入Seeking Alpha的Premium和AlphaPix的服务 为您解锁无尽的财富可能性 另外就是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频道会员 进享更有深度的会员专赏内容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收看FX68的节目 更多资讯的请在苹果商店 或者Google Play商店 下载FX68财经APP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